但是 引出第二句话 但是有一天 在一个大阵雨之后 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 happen to be walking 来岁happen to do 这个是在第三课的老知识复习了 叫碰巧怎么样 具体出处在第22页的12行到第13行 22页12行到第13行 你看他怎么说 Is missing head happen to be among remains of the 5th century BC 这个女神丢掉的脑袋 碰巧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一堆废墟中被找到了 这碰巧怎么样 happen to do 只不过后面用的是动名词的 这个这个本文中用的动词不定式的进行时形式 happen to be walking 它也是这个happen to do的结构 只不过动词不定式 后面用的是不定式的进行时罢了 就碰巧正在散步 还是碰巧 然后呢 when这时 我注意到很多蜗牛也在散步 这个when为什么发现成这时呢 这是when从具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也是常考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点啊 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呢 咱们仔细跟他好好来看一看啊 主剧中如果出现了这两个情况 哪两个情况呢 第一个主剧中出现了进行时 本文中happen to be walking 出现了不定式的进行时 它也是进行时 或者出现了be about to do 我们大家什么叫be about to do 咱们可能知道 就正要做某事呢 正在做或者正要做某事 如果出现这些表达 那么后面那个when从具 就得翻译成这时 或者是突然 怎么怎么样 而不能当作时间状 反正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某事发生 而这反正某人正在做 或正要做某事这时 某事发生了 这个when翻译成副词 这时或者突然 而且这个句型啊 特别特殊 为什么呢 李老师也先说过 我们在正常的英语句子里边 主剧往往是最核心的信息 从具是次要信息 从具里的从具就更加次要 但是这种句型却完全不一样 这几乎是所有英语句子里边 唯一一个重心 它的重要含义在从具之中 在本文中 你看我在散步重要 还是我看到蜗牛在散步重要 当然是我看到蜗牛重要 否则的话下面情节没法开展 所以记住这种从具里边 它的重心在when从具中 非常非常罕见 非常罕见 咱们看一些例子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the phone rang 注意后面这翻译叫ring 前面翻 在拱舌跟 the phone rang ring的一般过去时 怎么翻译呢 不能翻译成 当电话铃响的时候 我在吃饭 得翻译成 我正吃饭呢 这时电话响了 或者翻译成 突然电话响了 这也行 注意前面是进行时 注意我吃饭跟电话响了 哪个重要 当然电话响了重要 对吧 再看这句话 I was about to leave when the phone rang 我正要走呢 这时 或者是突然电话响了 前面出现be about to do 这个when也得这么翻译 注意重心是电话响了 本文中呢 我碰巧正在花园里散步呢 这时 我看到很多蜗牛 在心爱的植物上散步 也是这样的 咱们再看心爱念里面 这种句子特别多 咱们看在29课里面 138页的最后一句话 138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29个是否有趣 注意前面出现进行时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about the hospital at the end of the party when he slipped on a piece of ice and broke his lap leg 他正在嘚咆着一些 有关医院的这个情况 在晚会结束的时候 这时 他不小心在一块冰上滑倒了 把他左腿又摔折了 when从去是核心信息 也是这个校伙的包袱 这个校演在这呢 说明前面竹句反而次要信息 竹句有进行时 when反映成这时 或者突然 突然间摔倒了 左腿说了 这个用的对 咱们再看 在另外一课书中 在32课 150页的第20行到第21行 150页课文20行到第21行 The Karen had been sailing in a convoy to Russia when she was torpedoed by an enemy submarine The Karen就卡伦号这个船了 当时这是过去完成进行时 它也是进行时啊 它表示动作延续到过去某个时刻 一直在做 当时正在驶向 俄罗斯的一个护航的船队之中 完成进行时 你也是进行时啊 正在啊 这时 它被敌方的潜艇用鱼雷打中了 或者突然间被潜艇用鱼雷打中了 就好了 这个后面信息是重点 有的呢 咱们新冠军三册里面 怎么都是前面进行时啊 有没有BF22 当然有啊 这个亚历山大 怎么会重这个重要知识 不告诉我们呢 你看另外一课书中 主题就出现BF22 比如说咱们看第34课 158页第14行到第15行 158页第14行到第15行 The morning pass rapidly and Frank注意 What's about to leave 这个上午很快就过去了 并且弗兰克正要走 突然他注意到一个大个的板条箱 正摆在地板上 注意到一个箱子 当然Wayne从具重要信息 在箱子中发现一件真品了 这是关键的 主题中出现Be about to do 这是亚历山大告诉我们 主题Be about to do Wayne从具也是这么翻译的 所以你看经读新冠军三册 什么重要的知识几乎是应有尽有了 注意这个Wayne从具怎么翻译 好 再回到这句话里面 半分钟反正这时 我注意到 Notice 一大群蜗牛 A huge number of snails Taking a stool Taking我说了是个notice搭配 注意到某人正在做模式 注意到蜗牛正在散步 Take a stool 它就等于take a walk 在散步 但本分钟用stool这个词好得度 为什么呢 咱们以前讲的那个小猫咪散步 它叫take a walk 在19克贵重的宝贝包 咱们见过对吧 猫咪有腿跑得快 这蜗牛没有腿 也得慢慢慢慢一点点往前蹭 所以用stool这个词 stool这个词是书面语 叫老年人慢悠悠的躲步 就是拿着拐棍 慢慢的走 走一步 过了三天 再慢慢慢慢的再慢一步 这个时候用stool 这个比较贴切 蜗牛爬得慢用它更好 而你发现用stool这个词更传神 为什么呢 这个stool它形式上就像一个蜗牛 你不看这长相 字母O呢 刚好蜗牛壳 两个L 然后蜗牛脑袋探出来了 它像一个大蜗牛 你要用take a walk 就觉得怪怪的 蜗牛没有腿嘛 你说叫walk 就觉得很怪 stool这个词用的好 英语中有的时候也像 这个这个 别看字母文字也像形 你看那个床铺 bed bed b b b和d 两个端端端端端端端来的刚好床帮子嘛 中间字母E是床垫 字母E还有弹性的 眼睛 E-Y-E Y像鼻子 两边一只 左边一只眼睛 右边一只眼睛 I像 就像一个人脸一样 很像型 所以这语言文字是个艺术 充满了这个趣味性在里边 越学越好玩 你看这个字形 在中文中也是 有的时候字形本身也重要 你看咱们看一个例子 杜甫的名句 无边落幕 修修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这里面意境特别好 你用这句话翻译成英文 怎么这个意境也翻译不出来 为什么 它跟中文的字形相关 你看这个无边落幕 修修下 这个修修用的好 首先这个修修 它呢 这个 轰托出了 消沙悲凉的气氛 秋风萧涩 同时修修 是个拟声字 这个草木凋零的声音可以听到 同时修修 你注意是两个草字头 前面是木 落幕 后面两个草字头 草木的凋零 你看跟字形还相关 不进长江滚滚来 这个滚滚 刚好两个三点水 我们靠到长江 波浪的水花都看到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跟字形相关的 本分之这个周 有意趣同工之表 本身就像个大蜗牛一样 特别有趣 用的好 在这个地方很值得 咱们去借钱 在哪呢 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它也在散步呢 这个心爱的植物啊 这个prise 这是复习了 我们在第16课中讲过 这个prise在这不是奖金奖品 而是形容词 翻译成valued 或者treasured 就心爱的 受到珍视的 表示对某人有特殊意义 但这东西本身未必值钱 这个植物 弄的花盆 摆在外面卖 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植物可能是这个作者 从小试容大的 对我有特殊意义 心爱的植物 这个用的特别好 咱们复习一下16课 74页的课文第二行 74页课文第二行 One of Mary's prize possessions was a little white lamb which her husband have given her 玛丽的心爱的财产之一 就是一头小白羊 是她老公送给她的礼物 这个prise叫心爱的 小白羊本身 未必很值钱 但是对她有特殊价值 这个用的对 用的好 这是跟本文用法一样 好 再回到课文中 看他下一句话 Acting on a sudden impulse I collected several dozen Put them in a paper bag and took them to Robert 由于意识的冲动 突然间 哎呀 朋友 让我弄个蜗牛 你看我这意识忘了不合适 赶紧去收集了几十字 放到纸袋子里边 二话不说 马不停蹄 直奔朋友家而去 咱们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前面这个Acting on a sudden impulse 这明显是非畏动词 在这当一个原因状怨中 来用 由于意识的冲动 我呢 后面你看 连跟着三个畏动词 第一个是收集collected 第二是放置put 第三是拿去 用took 连用三个 咱们也说过 连续使用畏语动词 是表达一种迫切的心情 非常着急呀 你看对了 朋友一直跟我来说 我总忘记今天连除害虫 带把这个给他拿过去 圆了朋友的这个梦想 这不一举多得吗 赶紧收集蜗牛 放在袋里 马上就奔朋友家而去 Acting在这 他的逻辑主义 当然还是爱嘛 我们有意识的冲动 这个impulse表示冲动 意识的冲动 这个我们在第八课 著名的修道院 在单词中咱们讲过 如果爱冲动的 就是impulsive 形容词把意去掉之后 变成IVE就好了 咱们一下见过 有意识冲动 这个impulse在前面 这些词一般叫on on and impulse 由于意识冲动 好 那么本文中这个后面连续使用动词这个现象呢也是复习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十五课 七十页的第十一行最后 七十页的第十一行最后 你看也是连续使用动词 George took off his jacket rolled up his sleeves and pushed his right arm through the drain cover 乔治赶紧脱了夹克 卷起袖子 并且把右胳膊塞进地钩盖 来找这个钱 也是表达乔治当时迫切的心情 这个钱掉到了井盖里了 就好比看到乔栗掉进去一样 这买乔栗的钱呢 二胡不说脱衣服晚袖子 伸手去找这个钱 也表达这个心情 跟本文中也是一曲通工之妙 好 一路上鸡餐可饮 小型叶树 这一天就到了朋友家了 一路无话 朋友看到我之后很开心 Robert was delighted to see me and equally pleased with my little gift 罗伯特看到我 非常高 很开心 很高兴 很满意 同时看到的小礼物呢 同样也特别满意 这个Robert was delighted to see me 这个delighted 这个形容词是个书面语 咱们看一看 这个delighted 是指人的感受 翻译成非常非常的pleased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形式 delighted delighted 那么什么叫please 把pleased再拆开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happy and satisfied 既开心又满意 happy and satisfied 既开心又满意 这么感觉 所以delighted 翻译成非常开心的 非常非常满意的 就这么一个意思 而且你看本文中呢 作者还告诉我们这个词 后面该怎么搭配了 你看第一个说 with delighted to see me 后面说equally pleased with my little gift 第一个加动词不定是to do 第二个加就是with 这两个词 确实都可以这么用 我们可以用be delighted 或者be pleased with something 对于某个东西 既开心又满意 也可以说be delighted 或者be pleased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既开心又满意 这两个形容是含义类似 而且后面呢 都可以加cheese with 或者加to do 这两个是含义类似搭配 也完全一样 这个特别好奇 这个不妨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看28课 134页的第20行到第21行 134页20到第21行 I felt especially pleased with my wife for bargain until got back to the ship be pleased with 对什么很开心很满意 只不过他没用B动词 用系动词感觉feel 一般过得是felt 对吧 我对我自己呢 非常出色的这桩买卖 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满意 直到我回到大船上为止 这是第28课 5磅也太贵 我们再看在另外一课书中 第46课 212页第24行到第25行 212页24到第25行 46课 but I was extremely pleased with myself and I have traced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但是我对我自己呀 特别特别开心 极其满意 因为我找到了 这个麻烦的原因是什么呢 be extremely pleased with 对某人某事很满意 只不过加极其高兴 极其满意 这是46课 咱们再看 在第4册的第5课 第4册第5课 就青年 这个说 when I was a teenager I felt that I was just young and uncertain that I was a new boy in a huge school and I would have been very pleased to be regarded as something so interesting as a problem 就呢 be pleased to do 做某事 很开心 很满意 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小孩子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当时很小 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并且我好像是一个超级大的学校的一个新的男生一样 超大的学校就刚进入社会了 这是做比喻了 并且呢 我如果要是被看作是某一个这么有趣的能成为问题的话 我还特别开心 特别满意呢 be pleas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大家可以继续跟李老师学新概念英语第4册 里面还有好多精彩表达呢 4册都是大师作品 3册呢 是亚历山大自己写的 4册比他写的可棒 亚历山大4册没有这能力了 这个表达 可以继续把3册置入附近 好 那么两个朋友见面之后 当然特别亲密 特别亲切 I left the bag in the hall and Robert and I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and where we talked for a couple of hours 我把这个袋子呢 就放到门厅里边 然后罗伯特跟我拉了手 走到了起居室 在那儿 我们一直聊了两个来钟头 组没见面了 好好聊一聊 咱们先看看这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一南的是个并列句 中间是连次and的连接 第一个句子是 我把这个纸袋子放到了门厅里边 咱们以前讲过 在家里边是门厅衣帽厅 就是放鞋挂衣服这个地方 咱们的13课 这个是我别害怕 这个时候讲过 咱们在家里这个房间 第二句话呢 是罗伯特和我呢 走进了这个living room 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起居室客厅 然后在那里 我们一聊 就是两个来钟头 这是一个定义丛句 但其实相当于并列句 and we talk for a couple of hours there 但是这个并列句里面 there就是前面那个在起居室 所以用will连接就好了 又是一个相当于 这个并列句的这么一个定义丛句 这个咱们一会还会复习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细节 前面说 我把这个带子放到门厅里之后 在这用的是个完整的句子 那么也可以用非非动词 把带子放到门厅之后 我跟罗伯特就走进了这个起居室 那么放带子是主动的 可以用现在分词 但我强调放好带子之后 强调这个动作是先发生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having done就好了 把这个doing 或者having done 表示这动作先发生 那么看这个 我们用这个微动词 主动而且先发生 用having done having left the bag in the hole 再把这个带子放到了门厅之后 看这个主句怎么说 为什么问这个呢 我问大家 我们这是非为动词用的时候 它的逻辑主语 一般来说 应该跟主题主义统一 本文中交代是谁把带子放到门厅呢 是作者是我 那看后面这个主句该怎么说 咱们做一道书后题 翻书 一百一十七页看第七题 一百一十七页看第七题 having left the bag in the hole a b c d选哪一个 语法都正确 但要根据原文来选择 只能选择哪一个呢 只能选择a选项 i accompanied Robert into the limer a company 是陪伴 我陪着罗伯特走进了七局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非为动词逻辑主语是我 那么主题主语应该跟他同意 只能是我当主题主语 只有a的主语是我 b选项是罗伯特不对 c选项是我们两个人也不对 d选项是我和罗伯特也是两个人都不对 只有a选项主语是i 只能选择a 所以大家注意 使用非为动词时 注意这个主语统一问题 然后呢 我和罗伯特就走到了奇迹市 在那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左右 这个where从句刚才说了 相当于这么一个并列句 Robert and I went into the limerun and we talked for a couple of hours there 并且我们在那里聊了两个来小时 你不能当定语翻译呀 你要翻译定语的话 罗伯特跟我走进了那个 后来我们在那聊了两个来小时的 那么一个起居室 这胡说八道 这句子都不像话了 但为什么这并列句写了定语从句呢 因为并列句里面这个内容 这个地点状有there 就是上一句话末尾这个起居室吧 起居室就在这聊天的 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干脆把这个and连词 还有复词there 换成一个关系复词where就好了吧 这又是说明 上一句话末尾的这个东西 刚好是下一句话里面某个成分 我们就用定语从句 而不再用并列句或者状语从句了 这是咱们老师的复习 本文中又是一个形式上的定语从句 好 后面还有呢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左右 a couple of表示两三个 两个左右 这couple本来表示一对 a couple of表示两个左右 不见得整整两小时了 a couple of years 两三年 a couple of hours 两三个钟头 a couple of days 两三天 这个注意连读 a couple of l跟后面的of连到一块 我们读一下 a couple of a couple of days a couple of hours a couple of years 两个左右 两个左右还能怎么说呢 太多了 咱们看一下常见的 about two hours 可以吧 大约两小时 nearly two hours 差不多两小时 roughly two hours 也是估算着约莫着 大概其两小时 这个词我们先读一下 roughly roughly 就粗略来说 大概来说 两个小时 在个儿大 还可以用什么呢 还有个some two hours 这个也行 这个注意翻译 不要翻译成 一些两小时 不对哦 这个some 李老师说过 这个翻译特别灵活 如果some 跟一个不可数名词 翻译成一些 some water 表示一些水 如果跟可数名词的负数 还是一些 some people 翻译成一些人 如果跟可数名词单数 翻译成某一个 some person 某一个人 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跟数量的词 一定的翻译成大约 some 100 people 大约一百人 这的注意 some特别灵活 some two hours 翻译成大约两个小时 还可以用比较大根的词 approximately two hours approximately 书面语 也是大约 大概 粗略来说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副词 approximately approximately 叫大约 大概 还有一个后字的 叫two hours also also放在后面 也是大约 大概 two hours also 约摸着两个小时 就好了 咱们做一道术后题 请翻书 117页 请看第11题 117页的第11题 咱们来看一下 他说 I went into the living room We were talking for 两个小时左右 他选哪一个 只有B正确 two hours or so 大约两小时 A选项 round the clock 是个习语 叫昼夜不停的 跟表一块转 昼夜不停的 不通顺 昼夜不停的聊天就死了 不可能 C选项 a second hours 翻译成又一个小时 a second 我们说了 相当于another a second 咱们的21颗讲过 对吧 又进行一次比赛吗 相当于another 不是又一个小时 而是两个小时左右 不符合原文中意思 some hours 是一些小时不对 应该是some two hours 就对了 因为这个some在这 反正一些 加成to之后 才是大约两小时 好 这个提出的不错 好 这句话我们看到这 好 我们接着往后来看 看下一句话 他说 I had forgotten all about the snails when Robert suddenly said that I must stay to dinner 他说当罗伯特突然间说 我必须留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我已经几乎把蜗牛这个茬了 都完全忘了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前面的白颜色的还是剧的主剧 说我呢 已经把蜗牛这个茬几乎都给忘了 后面这个when是引导时间状怡从剧 当罗伯特突然间说 然后后面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做said 他的病誉从剧了 牵套在时间状怡从剧那层的一个病誉从剧 他说我必须留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这时候我把蜗牛的茬都忘了 本来就讨厌这个嘛 他大脑本能的也倾向于忘剧 这么一个 这个when不能翻这这时了 因为主剧中没有出现 这个进行时也没有be about to do 确实得翻这当某时 当罗伯特说这个时候呢 我几乎把蜗牛忘了 这得翻这当某时 不能翻这这时 那么本文中说 罗伯特说 我必须留在这吃晚饭 其实本文中也能说 当罗伯特建议 我留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我把蜗牛忘了 咱们用建议也行 那么用建议和用说有什么区别呢 不但含义不一样 后面避遇从剧也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呢 如果用建议的话 李老师以前说过 表示建议 要求 命令 这样的词和我们的避遇从剧 应用should do型的虚拟器 还记得吗 这时候的话是should 随便拿一个建议 比如propose When Robert suddenly proposed that I stay to dinner 他建议我说 我应该留在这吃晚饭的时候 这个是should do should在美式可以去掉 英联邦国家 有也行 没有也行 那咱们去掉的话 英识美式就都接受了 stay 用动词原型就好了 他省掉了前面那个should 这是含义不同 他后面的语法也受影响 那么stay to dinner 也是固定搭配 就是留在某人家里吃饭 stay to或stay for 都正确 那to可以换成借词for 加三餐名就好了 但一般都是留在家里吃晚饭 比较常见 我说won't you stay to dinner 您不吃点饭再走吗 或won't you stay for dinner 注意这个用否定的疑问句 用否定的won't or don't 这种词来疑问是什么意思呢 希望听到肯定的答复 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 咱们中国人也这么讲话呀 我问客人是不是说 您不吃点饭吗 您不在我们家吃点饭再走吗 您不吃点饭吗 也是否定问 你能不能这么问 你在我们家吃饭吗 这不合格打起来了 这不合适的 这这个用的对 您不吃点饭再走吗 stay to dinner 或stay for dinner 就这个意思 罗伯特说 必须在这吃饭 老朋友几年没见 你来了半天 我很喜欢 还跟大了蜗牛 必须在这吃饭 你要走我就弄死你 坐这吃 快点 盛情难缺 一看我这没办法的 就留这吃吧 然后后面说 snails would of course be the main dish 当然蜗牛一定是主菜 main dish 有的时候也叫main course 叫主菜 一般都是肉菜了 什么鱼啊肉啊 像本文中大蜗牛啊 都能叫主菜 我们再读一下 main dish main course 表示一顿饭 最重要的那盘菜 叫主菜 蜗牛当主菜 I did not fancy the idea and I reluctantly follow Robert out of the room 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就蜗牛当主菜这个想法 fancy 21个单词中讲过 就是like 或者care for 喜欢 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并且怎么样呢 and I reluctantly reluctantly 表示不情愿的 不愿意的 勉强的 咱们以前说过 可以换成unwillingly 不乐意的 就行了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unwillingly 再读一下课文上这个 reluctantly 一样的 勉强的 不情愿的 或者我们用with加名词 代替副词也行 就像我们easily 可以换成with ease一样 我们说 and I follow Robert out of the room with reluctance 伴随着勉强的情绪 跟reluctantly 效果一样了 我们再读一下 with reluctance with reluctance 勉强的 不情愿的 跟他走上来了 哎呀 大了脑袋 你这吃的一看 就要吐 这盛情难却的 朋友说你不好 拨着面子 吃吧 硬着头皮吃吧 到了门厅来一看啥了 为什么呢 看下一句话 to our dismay we saw that there was snails everywhere they had escaped from the paper bag and had taken complete possession of the hole 使我们 大为惊愕的是 我们发现门厅里到处说牛 他们从指带着逃出来了 并且爬的到处都是 把门厅占领了 咱们先给语法成分分析 巨手这个to our dismay 是个借此端一当壮语 使我们又惊讶又沮丧的事 大家还记不记得dismay 就是哎呦 哎 又惊讶又沮丧 哎呦喂 这个动作 哎呦 我们一看坏了 当时我那个放蜗牛带子 口没记上 我们发现怎么样 we saw 后面黄颜色 当然是冰语从具了 so see的冰语 我们看到蜗牛在门厅里 到处都是加个冒号解释 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冒号可以相当于句号这个功能 冒号后面可以跟完整句子中间不用加连词了 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他们已经从袋子里纸袋子里逃出来了 并且怎么安安的引出第二个病例句 并且他们已经完全把门厅占领了 都住在这了 生小蜗牛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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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看到底怎么回事 蜗牛跑了 从纸袋里爬出来了 这个dismay这个词 咱们在第七课见过 咱们做复习 就是三十八页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三十八页的十二到第十三行 第七课残超界美族 Imagine their dismay when they found a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and nose turned to ash 想象一下他们看到这个钱包 呃一个被烹饪的很好的钱包 并且钞票已经变成昏的时候 那种惊恶的表情吧 dismay就是既惊讶又沮丧 咱们说过这个动作就是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这个感觉就是dismay 哎呦你看这刚才都没注意 钱包在里面这回倒倒了没了 钱包钱都没了 本分钟也是哎呦哎呦哎呦忘了 我扭着袋子口没扎上你这事儿闹的 这叫dismay这个用的就好了啊 好理解了 他们已经从纸袋里逃出来 真没什么说的这简单 并且已经把门厅占领了 take possession of叫占据某个地方 咱们可以跟第一课那个be in possession of 拥有某个东西做个辩析 拥有呢 呃我这个这个东西是我的 占据呢原来是别人的 我给夺过来了 so用take把这个拥有权力拿走嘛 就占据占领了 有这个意思啊 跟第一课那个那个拥有可以做个辩析啊 最后一句话说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look at a snail since then 从那以后呢 我再也不能看一眼蜗牛了 就是受刺激了呗 就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常说的 一招被蛇咬是十年怕警绳啊 表示这么一个 以后看蜗牛就要吐了 更讨厌了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绳 这个谚语确实有 咱们看英语中是怎么说的 once bitten twice shy 一次被咬了 第二次就害怕了 这个bitten来自于咬 那个bit b-i 这个咬的动词原型bite b-i-t 一般过的诗是bit 过去分词是bitten 当然读坏了叫bitten 读慢的是bitten 读坏鼻腔爆破了 来自bite b-i-t 第一次被咬了 第二次就害怕了 这个shy 不要反正害羞 不是第一次被蛇咬了 第二次就说 不好意思 蛇没穿衣服 这跟不好意思没关系 这个shy叫害怕 第一次被咬了 第二次就害怕了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绳 这也是个习语 顺便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了 我们23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里 23课里面出现了好多一些精彩的一些俗语习语 还叫重要的语法点 包括什么一方面 另一方面 这个原因之一是 另一个原因是 不是因为而是因为 好多重点表达 希望大家把这视频反复多次收看 直到把知识点都印在脑子里面 形成我自己的本事 我可以说出来 可以写出来 这个才叫真正学会了 一定复习 好 23课 跟李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